美媒制作詹姆斯4万分 每一分究竟是怎么来的 渲烂堪比烟花 这一个后场三分是怎么回事 众所都知 詹姆斯在对阵决进的比赛中 正是达成了生涯4万分的里程碑 CLO工程彻底封顶 而这里提的是 美国媒体日赛后第一时间 制作了詹姆斯生涯4万分的得分分部图 我们可以看出 詹姆斯展示了什么叫做全能的得分手 得分分部图可以说是遍地开花 而詹姆斯NBA生涯第一颗进球 估计大部分球迷都已经忘了 他的第一个进球 就是在篮框右侧的一个急停干嘛跳投 从此开启了自己NBA的传奇生涯 而从得分分部图看 詹姆斯生涯早期大部分得分 都来自于篮下的三秒区 也体现了早期詹姆斯的打法 就是依靠出色的身体素质冲击篮下 而我们可以发现 在一些如同烟花的进球中 同样来了一个后场的三分球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在当时02-07赛季 一场骑士克兰挑战凯尔特文比赛中 队友在本方底线发球 詹姆斯绝对他的后场甩出一记超远三分 并且直列命中 而最后随着詹姆斯逐渐进入生涯后期 他的德文手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我们只见他的三分投射也有点多 尤其忽然时期 他的三分比重更是发生了质的变化 不得不说 詹姆斯这个德文风图也是十分的好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